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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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孝儿朱棣 来拜见父皇了 而此次挥师难下 实属无奈之举 说起来 而与皇之允文 皆为龙子龙孙 谁坐龙椅 都是上苍之意 无可厚非 然创业难 守业更难 皇之允文 过于人厚 之时 奸人当道 乱臣专权 而不能看 父皇一手创建的 大明江山 毁于一旦呢 为保 大明江山设计 千秋万代 而 所作之事 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望父皇在天之灵 体谅而得 一片苦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今以后 一切祭祀礼仪 军案旧制 如一而行 传阵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爱卿 臣赞 爱卿啊 天下古今事物 凡有文字可考者 均散在于各类书籍之中 天幕很多 纷繁复杂 既不利于查阅 也不利于保管 更不利于流传 听说 太祖在朝职时 曾经有 编一部类书的想法 今日 朕就要在太祖陵前 议定此事 以完成 太祖之遗愿 皇上 先帝的确早有此愿 微臣在上给先帝的 大袍西式风式中 也提过此建议 孔子曰 言而无闻 情而不远 历朝历代 明君圣主 都把历言历功历德 视为君临天下的三大功德 而历言为三者之首 今日皇上能由此宏愿 微臣愿效全马之劳 微臣 现将撰修文献大成之奏折 称皇上御来 哦 都有 现成的奏折了 嗯 嗯 好 朕准奏 就命谢信 为文献大成 总撰修 傅撰修嘛 由吴光担任 陈领旨 礼部上属王国用 臣在 帮助 统领如生 共同 拜好此事 臣领旨 这位 这位都是本朝内阁的重臣 昨日 父皇又把继承皇爷遗院的编书大事交给了三位 今后 就全仰仗各位全力辅佐父皇 整肃朝纲 强国兴邦了 来 先领本王一杯 皇上乃英明之主 三位王子能文能武 君是顶天立地之才 强国兴邦只日可待 我等文若书生 深受朝廷重用之恩 日后 当校全马之劳 这杯酒 微臣 溃灵了 溃灵了 王大人所言正是谢晋之一 可是 微臣 想起当年 随皇上自北平南下战死的将士们 实在是无法瞎咽 还请二王子 允许我以这杯酒 祭奠他们 谢大人 忧国忧民 难能可贵啊 请吧 好 我呢 是个五刀弄棍的人 有话要是不说呢 我就憋得慌 列位 都是内阁的重臣 我想 在方便的时候 给父皇提议提立储之事如何啊 这事是改定了 也好 让策封的太子早日练大国事了 我想这件事 皇上肯定早已成竹在胸了 啊 一在下之间 这太子之位非二皇子莫属 作平 作为二皇子 都还能为三军 是身经百战 再加上 带商救驾 立下了汉马功劳 得到万年的敬仰 来 咱们大家一起敬殿下一位 五兄 切莫造次 如此先决圣意 恐怕会给二皇子带来不利啊 是啊 谢大人说的对 但皇上册封以后 我们再来清贺也不迟啊 册封以后 那就等册封以后 我定请各位前来通淫 说实在的 这不是早晚的事吗 在我们兄弟当中 父皇最看重的是我 南下统兵的是我 镇前救驾的是我 三军将士最拥戴的还是我 你们说我不为太子 谁为太子啊 本王的意思呢 是想请诸位在和事的时候 早日请父皇封定下来 来 本王略备了点薄礼 奉送各位 聊表心意 还望笑呢 那下官就执礼了 下官就执礼了 切尽不敢临此杀 倘若改日 皇上另有他意 我不是无功受禄了吗 这样吧 下官和谢大人这份呢 就暂存福尚 我们今日就做心灵了 请不及可 请不及 请 Mah 行 请不及 请不及 你还想 曹之 曹之 本事同根生 相见何太极啊 刚才汉王说的那些话 火药味很浓啊 你我拒收他的厚礼 多多无光感受 他会不会觉得 你我不赞同李奇为太子啊 刚才他已十分不悦了 监弟啊 你想想看 将来汉王会如何对待你我啊 当然是恨之入骨 大明朝刚刚稳定 多需要一个和平的天下呀 谁料到 又要进入多世之秋了 大凡天下平定之后 皇室内部争夺储君和地位的斗争 是在所难免 可是受苦受难的是谁啊 还不是天下的黎民百姓 历史上相互残杀的实力 不胜美举啊 王大人 悲剧不能重演 不如请王大人 到我府上一序如何 谢仙殿 我正有此意 好 王大人请 不确是啊 实施物者为俊杰 本王的话 你要认真考虑啊 多谢王爷抬举 下官告辞 请不认真 七儿 我的孙儿 你仍然像一个大将军了 下来 斩姬 你怎么可以欺负人呢 高吃 你怎么这么重打孩子 父王 孩子从小就这样霸道 欺凌下人 若不责打 如此放纵 长大可怎么得了 好了好了好了 乖孙子 不哭了 那你告诉爷爷 你以后还霸道不霸道了 爷爷摘尽以后再不霸道了 好了好了 五儿 要不是你为父王救驾 父王恐怕就死于刀下了 王大人 大明朝就像大病出狱的病人 可再也经不起什么折腾啊 哎 可是关于立储之事 皇上肯定是难以定夺啊 朝中已有不少大臣上了奏折 有的属立世子 有的属立二皇子 此事九托下去 恐怕又要出乱子了 是啊 看似皇室家世 是难天下大事 出之不当 后患无穷啊 立掌乃是古智 且皇长子仁孝 天下归心 哎呀 贤弟啊 你我操不起这份闲心 还是赶紧考虑 文献大成的目录吧 万一皇上怪罪下来 我们如何担待得起啊 哎 圣上为何叹息 啊 你来得正好 朕有一道难题要与你商量 莫非就是威力皇储之事 正是 如今国太民安 众大臣就地皇储之事 屡有陈奏 你看我的三个儿子 以谁为太子呢 臣妾不知 圣上以武治国 还是以仁治国 啊 自古以来 凡是国事安定之后 君以仁治国 这样才能够长治久安 长子赤儿 仁孝成敬 宽厚有德 不正好可以册封为太子吗 嗯 三子高岁 既不在此也就罢了 四子高绪 飘汉勇武 立国功高啊 几位众臣 也都有上书 认为 立他为太子 方可 威震天下 可续尔勇猛有余 仁爱不足啊 嗯 如历高斥 朕就怕续尔的心里不服 养成后患 圣上不要忘了 废长利诱 后患无穷之音箭 难哪 难哪 启禀皇上 大学是谢晋求见 哦 他来得正好 叫谢晋 到御书房后驾 遵旨 臣谢晋 见过皇上 啊 爱卿平身吧 谢皇上 皇上 臣奉命编修文献大成 先将该书目录 呈皇上预览 请皇上定夺 好 放这儿吧 朕暂且不悦 爱卿 你就全权定夺吧 是 谢爱卿 臣在 在朕心里 你 一直是 财思敏捷 见地独到 近来朝野上下 对于立储之事 走折甚多 朕正为此事 犯愁啊 皇上所虑极是 立储乃安天下 立设计 稳人心之大事 皇上不可不思虑周全 皇长子高施宽宽厚人德 皇次子高绪呢 飘汗勇武 朕 实难定夺啊 皇上 立敌立掌 乃立代之规 臣以为 皇上南征四年之间 长子 留守北平 治理有功 不知皇上 还在犹豫什么呢 启禀皇上 有安南国 尽供图画一幅 请皇上过目 哦 展开朕看 嗯 不错 好画呀 啊 嘿嘿嘿 哎 亲爱情啊 陈灿 你看啊 如果 在这画庞 再配上一首诗 这诗情画意 岂不是更完美了 哦 啊 皇上 臣还真想出一首诗来 哦 说说看 是 虎为百寿尊 谁敢触其怒 唯有父子情 一步一回顾 唯有父子情 一步一回顾 谢亲啊 你这是以师谨证啊 嗯 皇上 微臣不敢 皇上 您请看这幅 唯妙唯宵的虎啸山林图 这只老虎 就像父亲 顶天立地 这几只 犹如他的几个孩子 当中这只 似乎是兄长 天生担负着一份责任 皇上 恕为臣斗胆尽一眼 皇长子 仁孝待人 天下归心 臣以为 立皇长子为储君 才是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速从北平 前来京都 准备立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皇子 这是何苦呢 去云南 老子当初舍生忘死是为什么 难道老子不是他亲生的 老大不过就比我多生了个儿子 老子偏不走 看你老头子能拿我怎么办 二皇子 这 这怕是不行吧 怎么不行 当初南下 没有我出生入死 就没有父皇的龙蚁 哪有他离太子之事 还有那个蟹矮子 也以为本王我不知道 就是他提的那室怪事 我以为我的前程 你要有什么事吗 没事儿 我就是来看望一下二皇子 俗话说 冤家一解不一结 怕是有什么误会啊 误会个屁 不过 你说句实话 你是要前程呢 还是要你这位亲家吗 不 这 你要是要亲家 从今往后 你就别灯我这王府的门了 你是个聪明人 想必你也能看出来 你这位亲家 注定要死在本王的手里 不要到时候 既丢了亲家 又丢了前程 你好好想想 自己看着办法 好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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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这位亲家 起奏万岁 臣还听说有解梦的四位大臣 今日武士问斩 请万岁恩赦 赦 赦赦 亲家 亲家 慢着 既丢掉了亲家 又丢掉了钱 大人 汉王驾到 汉王驾到 有失远迎 恕罪 恕罪 何大人 本王来的唐突 简量啊 请汉王上座 好 请 来来来 快上茶 快 是 不知大驾光临 喝指教 没什么事 本王就是随便走走 臣 真是受宠若惊 快快快 下去吧 去 坐坐坐 胡大人 汉王坐 坐呀 胡学士啊 本王今日失态 说了一通魂话 千万别往心里去哦 这是汉王瞧得起无光 才会说出肺腹之眼 你们文人有一句话说得好 叫世为知己者死 你我虽是初焦 但是本王看得出来 胡学士和本王都是有报复的人 为人在世 如果没有报复 那活着 他有什么意思 您过奖了 过奖了 就凭这一点 你我就能成为知己 这是五毛高班 本王还是那句话 本王的报复 就是一定要把皇位弄到手 胡学士 你说能实现吗 这个 尽管说 一位臣之见 恐怕不太容易啊 现在民心所向 朝纲整肃 四海之内 免 免于刀兵之灾 恐怕 难道他就不会老吗 啊 要是他老了 就凭我那太子哥哥 也不过是一介书生 只懂得仁义二字 假如我重兵在握 让他让 他就让 行吗 这 这臣不敢胡言 那你就走着瞧吧 假如从现在开始 你就跟着本王的话 保管你没错 到那时候 本王打算废除内阁 重立宰相 难道 你就不想坐这个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子吗 那五毛 能为汉王做些什么呢 没做太子 做了二皇子 此恨不报心不甘 我要你对付谢进 这事只有你能办到 你们都是文人又是亲家 平日不与他接触多多 自然会找到对方的纰漏 这个 本王还要告诉你 那元宝上 可落着汉王府的印呢 公恕汉王 公宋汉王 公宋汉王 王大人 吴光雄 这文献大成 将明使以前所有的 京史子籍 基本收入齐备了 是啊 眼看就要完成了 就等着皇上 遇此书名 刻板 印刑天下了 对 这可是皇上登基一年来 名留亲史的第一件大事 吴大人 我等认真教稿一遍 千万不可出现差错 义务厚待 对 几位大人 一过子时 是否该回家歇息了 对呀 各位辛苦一天了 回家休息吧 你好 回家歇息吧 回家歇息吧 大家休息吧 辛苦了 歇息吧 歇息吧 回家歇息吧 听说文献大成就要编撰完成了 是 父皇办的这件大事 这第一大功臣 非谢尽莫属啊 不知怎么的 父皇爱他一分 本王就恨他一寸 这要是吴大人 你就另当别论了 王爷请放心 下官就是竭尽全力 也不能让他 把这第一大功 轻易地抢到手 现在我找你来 就是为了跟你提个醒 顺便再问你件事 什么事啊 听说曹轩还有个女儿 叫曹真 现在还活在市上 胡大人 坐 坐 本王听说 曹真跟谢尽 还是青梅竹马 想一想 可不从这里下手啊 总之 把谢尽给我整梅了 本王眼前就端紧了 容 容臣想想 想想 记住了 这可是千早难逢的好机会 谢爱卿 谢爱卿 臣赞 好 爱卿等所编撰的文献大成 既已编好 那我朝着立言的第一件大事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朕已经准备好了 要重重奖赏你们 来 把新书给朕 盛上来 是 好啊 皇上 好 微臣 有仪式相求 讲 微臣 恳请皇上 遇字书名 这书的名字不是已经有了吗 文献大成 微臣说的是 恳请皇上 遇字墨宝 好 好 来啊 李莫测 谢皇上 遇字书名 来 宣振欲职 是 卓文献大成 堪行天下 此褒奖有功之臣 谢晋 王国庸 吴光等 黄金白两 精锐一息 参编者 一百四十七位如生 各有封赏 亲此 谢主隆恩 谢主隆恩 恭喜贺喜啊 同喜 同喜啊 秦天兄 现在是新潮头一号功臣 来来来 顾光兄啊 翠莲知道你今天过来特意做了几个家乡菜 你可得好好的尝尝啊 爹 莲儿 快快拜见岳父大人 拜见岳父大人 免礼免礼 一会儿都长这么高了 他的学业近来如何呀 十五岁了 学业还说得过去 但是比起咱们那会儿可就差远了 爹 您跟岳父先聊着 我先出去了 好 吴光兄啊 我还真有些话 想和你聊聊 秦天兄 有话经常 娘 娘 亮儿 来 尝尝娘给你做的家乡红烧肉 娘 院子里头有个尼姑要见你啊 见我 吴光兄 你与二皇子过往胜密 他对立储之事 是不是还耿耿于怀呀 这个 肯定会有点 不过 在我的面前 也没有透露过 毕竟皇上还没有下诏呢 我也不好试探人家 这是皇上的家事啊 吴光兄 你怎么能说 这是皇上的家事呢 这可是国事啊 是 也可以这么说 来 咱来干一杯 锦哥 锦哥 你看谁来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真为化缘路过咱家 说见我一面就走 我就死活把他拉进来了 那你们聊吧 我去炒几个素材 让你带上 女施主请 这 慧敬师傅 里边请吧 不了 我是来化缘的 我就到翠莲女施主那里 求点施舍就可以了 草莲女施主 你不是来找你静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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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凤娘小调的时候 我就认住他 我就觉得奇怪啊 头和自尽的曹大小姐 怎么摇身一变 就成了化缘的泥沽了 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啊 谢大人 你跟他 这呱呱咯咯咯的 震奶一出啊 吴光啊 你不是刚才喝的那两口 酒喝多了吧 少跟我来这一套 就你那两杯薄酒 那把我给喝醉了 我告诉你 现在朝廷正在四处追寻 建文帝和曹娟的下路 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竟要窝藏侵犯之女曹真 而且和人随意的谈论 皇上立处之事 泄露境中机密 你胆子也太大了 没想到你来我府上 是来探听我的 啊 我去探听了 怎么着 天赐良极 天赐良极啊 让我抓个正朝吧 哼 你笑什么 你刚才的言行 只能证明你是一个 混在文人圈里的 弑力小人 好 好 我今天就正式给你看 我今天就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烧情朝 就去回唱千辛烧 我面早走 我面烦恼 赴予这蝉蝉水流江 继续缠绵 作烧情朝 就去回唱千辛烧 千辛烧 将罪臣谢晋和亲犯之女曹真押上殿来 神妹 你的使命完成了对吧 你不是喜欢她吗 你倒是给我掉一滴眼泪啊 吴大人 你不是不惊心吗 他在外面的人 你不在外面的人 你不看 lat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